李荣浩是亲日带着第五张全新专辑 来台北跟大家见面啦 而这次的宣传也比照上张专辑的手法 从六月开始每月推出 超新闹的做法连李荣浩都说话啦 去年打太多了我就有点烦 我就是我去年那个恩量专辑打了九首 我到发片的时候已经打了十一个月了 十一个月了 我自己都觉得太久了 所以今年我就觉得说 上海人就发六个单群 其他的就不单独再去闷了 是有听过几个人 有听到你讲什么记者吗 有那那... 有时候会这样 但是就...也挺开心的 因为大家都喜欢 不过每逢遇见李荣浩或者是杨晨林 不明都要更新一下两人的最新动态 而小记者们为了不离屁 更是想到白头发都要出来啦 那个有一首新歌 大家都蛮喜欢年少有为 那你最近也认为年少有为 那妈妈会不会说 欸 好 就非婚這樣嗎 好 可以喔 沒有 所以觀眾就可以結束了 可以嗎 現場 會不會像海外求婚的 就是想問這個啦 好 我可以回他 你不會 我可以回他 好 那我跟我說 你也說一下 等一下不要期待他 是不是怕被破哏 沒有沒有 亂說吧 如果你猜到他有意思 還有榮浩哥 真的是太帥啦 我們就一起期待 哥的求婚囉 現場娛樂 臺灣報導